财富神话基金的女老板吴玲珑 在虹桥机场被上海警方抓获 告诉我们的同事 盯老咱们的武艺资金 吕叔叔就放心 吴玲珑这个人的存在 十分暧昧 风云犹存的女老板 面对狗急跳墙的王平安 能够机智的按下紧急呼叫自保 这样的举动中 含有的镇定以及大胆 几乎是所有牛人都没有的 而他也算是在商场自杀惯了 才能保持这样的激情和果断 财富神话基金公司 说白了就是非法集资 王平安转移的五个亿 进入吴玲珑的基金公司 目的就是利用这笔钱做国债 其中赚的钱都是进入自己的腰包 可惜还没等王平安实现 这个春秋大梦 这件事就被澎湖区的爆炸 炸到了所有人眼前 关乎王平安生死的事情 在吴玲珑这样的蛇血女人心里 和自己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毕竟当时投资也不是自己 架得王平安脖子上的 投资又转有赔 是在这场不过的事情了 可是王平安直到死的时候 都想不到 这五个亿最终 竟然尽数流到了 林满江的腰包 吴玲珑和林满江 两人早有奸情 说是彼此利用也不为过 在政府集团 开一言堂的这些年 林满江贪污 财产数额之巨大 达到了百亿 这就要求 他必须有着多种的洗钱渠道 除了唱片集团 这个合法的合作渠道之外 剩下的就是 吴玲珑的灰色渠道了 财富神话 激情公司在业绩的名气 都是响当当的 不管是王平安的 这五个亿被吞掉 就连潜荣诚 都欠吴玲珑一大笔钱 而这背后资本的运作 就是林满江 否则吴玲珑一个女人的力量 很难掀起这么大的风望 在吴玲珑携款逃跑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大佬 给他交代事宜 能够对京州中复内部的事情 这么清楚 这个人无疑就是林满江 对于自己这个情妇 还有洗情工具 林满江生怕他被端了 可惜是乌龙偏风连夜雨 这边离公权被视为带阻调查 另一边 五玲珑被捕的消息也传来了 林满江现在急于找关系 给五玲珑递话 可是本就对他不是真心的五玲珑 在狱中早已经把林满江的罪行 供了出来 简单的一句 除了五个亿的事 47个亿买烂矿的事 我也知道 彻底结成了林满江的罪行 多行不予避自闭 林满江的今天都是久永自去 现在情妇玲珑已经落网 他还能逃到及时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